昨天肖敬腾潘伟博以及欧美歌坛的当红歌手肖恩基斯顿一起出席了remix音乐季的启动仪式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潘伟博肖敬腾这两位中国当红艺人和欧美歌坛的新人之间的PK吧 昨天潘伟博肖敬腾以及欧美乐坛当红歌手肖恩基斯顿齐聚上海一起分享了音乐季的混搭文化 潘伟博和肖恩还现场合作了一把 说起这三位音乐人昨天还较劲比起了年龄 看来还是肖恩比较年轻一些 你几岁 我现在24 他比我们还小 真的 你22 21 21岁而已 哇塞 所以我们算他的大哥哥 不用翻译 而在肖恩眼里肖敬腾和潘伟博谁年纪比较大一些呢 谁比较年轻 24 你比我大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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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新人是就是很小就这样就这么有才华了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呢 大位 不会啊因为我们也是20出头出道的 有什么好怕的 对对对对 不能因为他比较高比较重就要害怕 台湾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世金区奖的入围名单日前已经揭晓 今年潘帅没有作品入围是不是十分遗憾呢 我本来就知道爸妈不会入围啊 因为我是2011年发专辑 所以我去年没发专辑 所以我没有期待这次金区奖任何事情 还是期待明年入围吧 这就就陪上海报道 谢谢大家